字幕志愿者 杨茜茜 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 字幕志愿者 杨茜 字幕志愿者 杨茜茜 字幕志愿者 杨茜茜 詞茜茜 字幕志愿者 杨茜茜 鞋子的创作过程相对枯燥,需要很大的耐心,做到不紧不慢,绝对不能超之过急。 第一步是固定,就是把设计好的图案固定在铜箔上。 第二步是敲凿,我们在敲凿的时候一定要有耐心,敲打的距离和力度都要控制好, 铜箔薄如铲翼,一不小心就会凿穿。 第三步是刻制,就是用刻刀把需要镂空的地方刻出来,一定要做到线条柔畅。 第四步是上色,上色是最复杂,也是最繁琐的,不能超之过急。 第五步是装表,这也是相对比较简单的一个步骤。 唉,我们已经弄好了,我们刚刚好累。 是啊,而且这些早跟深度还不一样。 我们可以用机器来制作一下,就可以吗? 要不去试试,走走走,走! 那么,如何将机器人技术与传统的工具相结合呢? 我们找来了世界帮助,并一起讨论设计方案。 首先的关键点,我们要解决的是工具的问题。 传统的工具是类似圆珠笔的小钢枣。 为了让机器人能够抓住钢枣,我们设计了一个拥有开换功能,且在另一端能够安装钢枣的夹具。 先用3D打印机打印出来,用螺丝固定在机器人末端。 接着,我们在机器人工作站上搭建一个平台,并使用机器人机片工具,对平台进行三点焦准,使平台处于水平面上。 首先,将设计好的固案照片导入AI软件生成线稿,再利用设定握软件打开草层模型,对其线条进行入化拉伸,生成3D模型。 最后,将模型导入PQR仿真软件,对模型的面和各处细节进行描边,并且对机器人状态进行设定,对其路径点位进行提取,转化成速度。 再进行程序编写。 机器人方面的准备工作做好了,接下来就可以准备制作了。 第一步,固定。 把裁剪好的铜箔放在平台上,在铜箔上加上一层白纸,并用夹子固定。 第二步,描边。 机器人先选用圆珠笔工具,先导入的图案进行描边。 第三步,凿刻。 为了使机器人有凿刻的效果,我们对机器人程序进行修改。 根据刚凿前段竹子的直径,使用拼移植笔,配移植为一个竹子的直径,使机器人每次移动的范围都按我们设定的距离移动。 这么做好了,我会转化。 看起来还不错呢,可是这里好像破了一点。 你看,是不是透光了? 好像是。 为什么啊? 可能是因为铜的力量控制不好。 就像我们平时走铜的时候,如果力量控制不好的话,它也是一样会破的。 为了找到机器人适合的力度去敲凿,我们进行了多次的实验。 我们设置了机器人的五个不同下沉深度去敲凿同伯,并且跟手工敲凿进行了对比。 不断地改变五个不同下沉深度数值进行实验,评导出最佳的下沉深度。 最后确认出,库零点七的下沉深度导入来的效果与人工敲凿的效果最接近。 这样,通过多次的实验,终于我们用机器人完美地复制了手工敲凿的过程。 从效果看,机器人敲凿的力度统计,精致精粉,速度快,效率高。 感觉的效果还不错呢。 用机器人找课就方便很多了。 我感觉找课的过程比较枯燥乏味,或许就是这项记忆失传了三十多年的原因。 如果能将我们机器人找课的过程展示给大家看的话,会不会让更别人喜欢上呢? 随后,我们在学校的教学开工日的专业特色展示中,向观众展示了机器人执着铜槽减纸的过程。 这也让更多的人了解了这项博山传统明经艺术。 一件纸桥多神工,每在明天永不秀。 传统的手工技艺,在人工抢墙手中,一层普通的纸,经过刻、凿、刻、硬、绘、绘、绘等多种的技法, 缘换出千万万化的造型 和多姿多彩 零零剔透的纹饰 寄托着人民对美好生活的相望